兆庆新区体育中心是第15届省运会的比赛场馆 我与长立大道与新城环路交界处 用地南侧是长立冲 有长达1130米的河岸线 我们建议利用平台廊道 把场馆与长立冲冰河空间连接起来 场馆集中布置 屋顶相连 创造康备 开放流动的城市客厅 足球场向河岸打开 观众可尽收赵庆山水 一场、一馆、一园、紧密结合 整体设计 结合赛后商业开发运营 打造一个开放、公共、面向社区、城市的全民健身中心 整个项目包括了体育馆、训练馆、专业足球场、足球博览馆及足球公园 一场、一馆、一馆、一员布局充分考虑城市市线及周边水系的景观轴线关系 功能分区明确、逐次分明 主要建筑沿城市主干道集约布置 用地节约、集散便捷 方案考虑专业场馆赛时及赛后运营的便利性 训练馆布置在靠近城市主干道交界一侧 使一场、一馆拥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出入口广场 两者既分又合便于集散和管理 赛时观众可从面向城市的出入口广场进入场馆 也可从冰河散布到相连的平台进入 运动员、贵宾、竞赛官员、工作人员等 从后区各自独立入口进场 多种流线清晰、互不干扰 赵庆城市拥有独特的山水格局 盛产端燕 设计以燕生水墨为主题 总体布局呼应河流等场地元素 建筑设计、空间营造 力求达到水墨之灵动境界 场馆屋顶与立面整体设计 建筑形象连贯流畅 如水墨般灵动 屋顶及立面将采用单元式构建建造 金属板、玻璃或镂空互相搭配 在夜间照明或太阳光照射下闪烁生灰 场馆间办事外空间向城市开放 空间自由流动 它连通了所有体育场馆 同时联系了城市与公园 城市客厅内上方覆盖精心设计的屋盖 未来结合赛后改建的商业空间 以及由贵宾市改建的湖景餐厅 将成为新区的城市客厅 市民可徜徉其中 休闲玩乐 足球场屋顶向河岸延伸 与公园连成一体 场内观众可看到赵庆的城市山水 场外观众也可感受比赛的热烈气氛 从场馆延伸平排至暗下 盛夏时节可供市民观看游船烟火 屋顶下方设有足球博览馆 市民可从冰河散步平台或公园进入 我们参考了国外足球博览馆的经验 使博览馆与场内功能区域相连 游览路线以博览馆为起点 围绕足球场展开 同时也可以利用公园的足球场地 供观众体验 形成球场参观 纪念品销售 足球培训 体验等一系列足球运动推广产业链 足球公园 总体景观设计 以水、石为主题 园内空间设计 自由、灵活、流畅 园内布置有足球场、网球场 及附属服务用方 这些设施连同赛事训练场地都将对外出租使用 运动场地周边的绿坡将为市民提供一个观看各类运动的绝佳角度 沿冰河散步道及缓坡设置了塑胶跑道 跑步爱好者可以在此体验不同坡度的跑步感受 从冰河散步道十级而下 是公园的中心 也将是赵庆新城的城市客厅 这里设置了绿岛、座椅、儿童游乐区 以及适量的商业 树荫之下、绿坡之旁 市民可在此交捧患游 小孩可在此追逐嬉闹 建筑充分考虑了节能设计 建筑元素呼应当地气候 降低建筑能耗 所采取的节能措施 能够达到绿色设计二星标准 体育中心设有雨水升级系统 场地内的绿岛可使部分雨水下渗到自然涂层 场地内各区域利用硬质散步镜贯通 广场与小景比例适宜 部分运动附属设施可改造为防灾用房 公园作为城市防灾场地使用 场馆集约布局整体设计 足球公园设施完善 尺度宜人 宾和景观多元立体 配合赛后商业开发 成就一个面向赵庆新区的标志性建筑 一个聚集人气的商业空间 一个服务周边社区的城市客厅 以及全民健身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验生水墨 乐活新区